三星乡是宜南县平均年龄最长的乡村 而三星乡公所每年到了过年过节 都会邀请弱势户或独居长辈一起来围如 让这一些朋友们提前感受围如及年节的气氛 同时也结合三星乡卫生所 免费为长者们施打流感疫苗 三星乡公所同时也准备了一百多份的五股鸡 让大家带回 长辈朋友们直说有吃又有拿 真的非常感谢 乡长李志勇表示下个月马上要过农历年了 这一次特别邀请中低收入户及独居老人 一起来感受年节围如的气氛 虽然在这冷冷的天 心中却能感受到一股的暖流 我们老公的都很年纪念 天气还很冷 我们公所为了来关心我们这些事大人和独居的老人 特别在今天来拜登邀请我们全三星乡 中协讯好 独居好 因为独居的老人 在这里来感受 让他们感受围如的气氛 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些事实对他们的关心 除了以外我们也特别配合三星卫生素 来在这里免费注射流感的疫苗 希望透过这样的关心 让未来我们要营造三星是一个健康典修乡的这个过程 是有一个基础的内涵在里 我们也可以把这做好 未来我们要推动典修的这个健康的典修乡 就更加有那个实力 来照顾过很多这些事大人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张凯霆采访报导